日理的法国爸爸刘一峰神父在各界捐助下筹建日出家园 要作为更生人、独酒饮者还有街友的一个家 让他们可以重启生活 不过因为经费短缺 使得内部软体设备经费苦无着落 神父一步一脚印 期盼在年底之前可以先完成基本的外部建筑 除了各界捐助支持 神父刘一峰带领多位收容的社会边缘人 靠着资源回收共同一点一滴 累积筹建的日出家园拔地而起 大家心中也燃起了一丝丝的希望 进度的部分是现在已经 如果说你们等一下看的话 它已经盖到最顶的也是基本的部分 所以除黑就是整个的外部建筑大概是快要完成 那接下来就等于是慢慢的就是往里面 那大概希望能够今年底看整个建筑能够完成 希望 碍于法令限制无法对外募款筹建 但是除了神父以及收容的社会边缘人自力更生 全台各界捐助主动协助支持 也让他们在筹建家的路上不孤单 相信终有一天击杀成塔能够完成建构一个家 因为我们现在神怒所帮助的这些朋友们 若是根深队或者是有残障 残障的这些朋友们 现在都散聚在狱里各个地方 就是有一些 那都是比较老旧的房子 他们能够在一起 那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共同的活动 或者是课程能够帮助他们学习一些技能 或者是像人际沟通的这样的一些教育课程 也让他们不是只有康生兽 不是只有喝酒 能够更有一些生活的这种 好像家庭生活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是神父他很热切希望的 那日出家园就有二十个房间 所以总的说 因为我们都能够有二十个 多种二十个朋友 让他们能够在一起 那我们也有几间课堂 所以就是来狱里当志工 愿意做一些生活体验的这些学会们 能够做的地方 日出家园筹建工程经费约两千八百多万元 目前主要外部硬体建筑也一件雏形 面对上有超过一千多万元的经费缺口 使得工程进度牛不化 神父不担忧反倒是乐观的一步一脚印 期盼年底前先行完成基本的建筑体 尽早让收容的社会边缘人 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 让他们能够重启生活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